潛艇发射巨浪前射导弹 清晰画面首次曝光 中国解放军在二十二号下午 最新释出的海军宣传片 引入深海 首次以潛艇为主题 不仅有许多初次公开的画面 揭开潛艇的神秘面纱 更借机大秀海军肌肉 我们在战法创新 在战法研究 在各个方面 都是用这种种族部队的要求 用争第一的要求来激励自己 这次的影片除了潜艇之外 山东舰航母编队 也首次以完整组合出现 不过影片公开的时机 刚好遇到美飞联合军演 肩并肩第一天 与美国叫板意味相当浓厚 我挺以抵达预定发射程废 全庭寂寞 听令实施 致命一切 本次虽然没有将新型核潜舰露出 却有前射导弹的清晰画面 透过影片能够看到 巨浪二型垂直射出 最大射程可达7400公里 并且能够携带 一到三个核弹头 为中国和三位一体的要角之一 不仅展现中国的野心 也带给亚太地区的和平 更多威胁 三天新闻仓庭报导